美國聯儲局舉行一連兩日會議後委員一致通過 加息四分一是今年第三度加息 而聯邦基金利率就上調至兩離至2.25離 聯儲局的議息聲明重新 會維持漸進息加息 至目前就業市場及經濟增長維持強勁 經濟展望方面的風險看來大致平衡 通脹保持在2%左右 長期通脹預期變化不大 今次儀式聲明中最重要的變動 是聯儲局刪除了貨幣政策保持寬鬆的字眼 主席白威爾出席會後記者會強調 這並不代表離略走勢會有任何變化 FOMC的報告 可能提及了 委員會下降了一句 指示資金的政策仍然保留 這改變並並不代表任何改變 在政策上的改變 而反映聯儲局委員對利率預期的點陣圖預測就顯示 今年底聯邦基金利率預測中位值是2.4厘 意味著今年內再加息一次 至於2019年 聯儲局就維持利率預期遲到3.125厘 意味著明年將會加息三次 聯儲局在今年11月和12月將再舉行兩次議息會議 市場普遍預期聯儲局會在12月再加息的機會比較大 對於特朗普政府實施貿易保護主義 一再對外國的進口貨品加徵關稅 白威爾就回應說 目前難以判斷關稅措施影響有多大 但就更長週期而言 相信貿易問題會對美國構成負面影響 而在聯儲局宣布加息後 總統特朗普開康表明 對加息感到不高興 有記者問白威爾有什麼看法 他就回應說 聯儲局會專注職責 不會考慮政治因素